農曆新年除了預備糕點和糖果小食 好多人都不忙準備一杯茶來消制 從中醫角度 不同的茶有不同味性和功效 到底怎樣選適你杯茶呢? 聽下中醫講解吧 茶當中有三種 最主要分別三種分別是 黑茶、紅茶和綠茶 黑茶本身性質比較瘟熱 而且色黑日神 所以在中醫角度來說 黑茶有少少 撞腰保腎的效果 可以有什麼好處呢? 適合腰酸腿軟 有助消化、解油膩、降血脂 和減肥、降血糖的功效 但反過來 如果高血壓、動物硬化病情 味道是最穩定的朋友 就不太適宜 反過來 低血糖和頻血的患者 都不適宜 而第二種就是紅茶 紅茶它性質比較溫和 適合大多數體質的人飲用 包括陽虛、血雨、痰濕 甚至乎有些朋友說 心情不太好、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喝一杯紅茶也要有少少的疏乾解鬱 它有振奮精神、提神醒樂功效 還可以養胃利療、生瓶解渴 有時候口乾乾 喝一杯紅茶或加一片檸檬 真是賞心樂事 同時間它有殺菌的功效 如果喜歡吃魚生或生冷的朋友 也有一個好選擇 不過不可以忽略 就是有些朋友不太認識 就是本身有結石的朋友 無論任何地方有結石、貧血或失眠 晚上眼光光的 喝了紅茶就更加眼光光 望天光 經期間、懷孕的款女 甚至乎暴雨期間 都不建議喝紅茶 至於綠茶 它本身比較寒涼 適合一些偏熱性體質 餵火旺的朋友 或者精力很充沛精力 過程晚上都不用睡 這些朋友就適合了 它本身有清理腸胃 安神明目的功效 它可以足盡膽固純和分解 有效預防高血壓 但要注意它也有些禁忌 就是肝臟患者不適合飲用 至於胃寒、孕婦或手術後的朋友 都不建議喝綠茶 因為它真的比較寒涼 選適合自己的杯茶 但怎樣喝茶才是最養生呢? 經常聽人說 胸肚不要飲茶 會傷胃 到底是否真的呢? 對呀 這個問題問得正好 胸腹和過飽都是不適宜喝茶 最好就是飯後一到兩個小時 而最理想最理想的時間 就是早上九點到十點 就是吃完早餐之後 慢慢探一杯靚茶 為什麼呢? 胸腹喝茶 就有機會出現了茶醉 而茶醉的表現 就好像暈暈的 飄飄的 好像喝醉酒 周身不舒服的 萬一真的好不幸 喝茶過多 或者胸腹喝茶 而出現了茶醉 我們怎樣去解決呢? 我就會建議吃甜食 或者澱粉質的食物 因為澱粉質就會轉化為糖 然後儲存在我們身體 所以我們會吃甜食 或者澱粉質的食物 例如點心或者糖果類 也有效將茶醉消失 晚上我也不建議喝茶 東方東網 綻放光芒 東方傳媒機構同仁鞠躬